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习亲信执掌社科院 王滬宁图谋受挫 上海政坛仍错综复杂 北京再启动三轮核酸检测 SOHO再爆疫情 评激拜登 重建美好法案 万音初选 公开支持共和党人 美联储 本周议息 行业认为 6月或升息75个基点 社民年五一劳动节 批港府莫视劳工权益 斥李家超 垃圾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中共社科院官网5月1日更新显示 习近平亲信石泰峰就任该院院长一职 4月22日 王滬宁亲信 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调任四川 王晓辉原本是下一任中宣部长最有力的竞争者 调离文宣系统后失去了 在今年底召开中共二十大 升任中宣部长的机会 中共社科学院官网5月1日更新后显示 石泰峰已接任謝福尖出任该院院长党组书记 石泰峰此前任内蒙古党委书记 中共官媒新华社早前发布消息称 宣绍聘入内蒙古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石泰峰不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外界曾经认为石泰峰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后 有可能进入政治局 但从这次出任社科院院长来看 意味着他的仕途很可能是到此为止 香港《明报》5月2日报道有消息人士指 石泰峰只是石泰峰暂时过渡的机构 不排除日后在中共下一届政府中担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香港《星岛日报》也引述消息称 石泰峰预料将在明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两会时 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 中共社科院成立在1977年 是中共中央智库和意识形态机构 以前的社科院多任院长 都是由中共的国家领导人兼任 但最近两任院长王伟光和刚刚卸任的 謝福尖就不是国家领导人 中共官媒4月22日报道 王晓辉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彭清华不再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大纪元5月1日报道 王晓辉在中共中宣部任职常务副部长 有权有势 原本是下一任中宣部长最有力的竞争者 好像以前的一些常务副部长 升任部长后进入中共政治局 大纪元报道指出 文宣系统和军警等暴力系统 是中共维系他权力的两大支柱 王晓辉的调任显示 文化、新闻等文宣系统控制权 成为中南海新一轮权斗的争夺重点 5月2日北京突然宣布 北京12个区将开展另外三轮核酸西查 而之前的三轮核酸已驗出 400个中共病毒感染者 涉及14个区 潮阳区建外SOHO、忘京SOHO、 华贸购物中心等高级写字楼和购物中心 亦因突发的疫情被封 儘管北京没有宣布封城 但目前北京的状态已近乎封城 就连以往人满为患的大兴机场 目前亦是空空如也 据中共官媒报道 定在5月3日、4日和5日 在东城、西城、朝阳、海定、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 顺义、昌平、大兴、京开区、12区 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西查 据官媒报道 5月1日15时至2日15时 北京新增50个本土中共病毒感染者 其中确诊病例41例 无症状感染者9个 4月22日以来 北京市累计报告 400例中共病毒感染者 涉及14个区 目前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 中风险地区26个 另据报道 5月2日北京宣布 对朝阳区建外SOHO、望京SOHO、 华贸购物中心进行临时管控 报告说 4月25日至4月30日 工作及到访建外SOHO的人员 工作及到访望京SOHO的人员 以及工作及到访华购物中心的人员 判为高风险人员 采取家居隔离10日 加7日健康监测 北京居民对目前疫情的走向感到不安 核酸从刚开始说5日3次 到后来说7日5次 现在是每日1次 好家伙 相当于10日就做了7次核酸 每朝一睁开眼就是去核酸 希望北京的疫情能够尽快控制住 还有两天就要上班了 疫情三年了 疫苗亦大规模接种了 现在还是除了核酸就是封控 那还好意思说人家是躺平 人家那些叫科学防空 你这些文盲对科学两个字过敏 只是会封控做核酸 这样才是真正的躺平 两公里外的小区被封控了 疯狂团积物资了 现在最大的安全感 是装满一季的即食棉 民主党温和派联邦参议员 曼欣 Joe Manchin 近日表示他支持西维珍尼亚州 参加共和党初选的众议员 大卫密金利David McKinney 并再次评击拜登的 重建美好法案 Build back and better 目前麦金利正在 和在位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穆尼·阿拉斯·姆尼 争取西维珍尼亚州 第二国会区的席位 曼欣站出来支持麦金利 他在30秒的麦金利影片广告中说 对于穆尼和他的州外支持者来说 认为大卫密金利支持重建美好法案 是切仇切美的方言 大卫密金利一直反对 不计后果的开支 因为这样对西维珍尼亚无意义 西维珍尼亚人知道 大卫密金利是为我们服务 曼欣表示他反对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 并会令到他在参议院立法失败 他在麦金利的宣传片中说 我总是说如果我不能够回家乡解释 我就不能够投票支持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重建美好法案 尽管曼欣压杀了重建美好法案 但他亦支持基础设施法 此外麦金利亦支持成立一个委员会 来调查2021年1月6日对国会大厦的襲击 不过他反对议长贝洛西支持的 由民主党人和两名反川普的共和党人 组成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穆尼则将重建美好法案描述为 没有一个保守派会支持的法案 在穆尼和麦金利之间 前总统川普坚定地支持穆尼 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国会议员阿里克斯·穆尼 是一位在西维珍尼亚州 第二国会区竞选的保守派战士 他的对手是一个支持解体法案 infrastructure bill 和支持调查2021年1月6日 对国会大厦襲击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eno 阿里克斯为我们的退伍军人 能源和清洁煤炭 选择诚信、编解、就业 以及反对可怕的毒品流行而战斗 5月10日请投票给阿里克斯·穆尼 我完全支持他,我爱西维珍尼亚 西维珍尼亚选民将会在5月10日投票 决定谁将参加11月的中期选举 美联储将在5月3日至4日的会议上 讨论政策走向 金融界普遍认为 美联储这个星期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几率 几乎百分百 此举可能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 前奏 学者警告说 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 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 感意味着股市投资者在4月份 经历的残酷的一个月后 5月份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到时风险资产的波动将会加剧 自2000年以来 美联储首次准备做出加息50个基点的举动 感意味着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 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预测说 美联储在6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 已经上升到91% 而在一个月之前 这个预期仍然是19% 4月较早时候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 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来恢复2%的通胀率 他证实 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 也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 学者指出 现在美联储的调控进度落后于通胀的发展 当局已经愿意牺牲一些GDP和失业率为代价 来降低通胀 在上个星期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关键通胀指标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在3月份同比上涨了5.2% 消费者价格飙升至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比增长8.5% 美国银行全球经济学家 伊桑·夏里斯·Evan Harris 4月29日在一份报告中说 业界认为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很低 现在主要的风险是明年通胀率仍将高居不下 迫使美联储不断加息 甚至会影响到经济活动 美联储的政策 亦正显著地影响中国和国际市场 受到美联储加息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波动 在最近八角交易日期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4% 目前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6.61 离岸人民币汇率达到6.68 分析是担心 人民币可能类似面临2015年的冲击 5月最新的一轮美联储加息 将会对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起到促进作用 香港社民年趁五一劳动节到政府总部抗议 指香港没有民主普选、黄论劳工权益 又批评特首候选人李家超是垃圾 未来当选特首也只是按照北京意志行事 香港在中共病毒疫情下 因为限聚令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团体举行劳动节游行 为基层劳工争取权益 而以往申请游行的职工盟 亦因《国安法》被逼在去年解散 星期日五一劳动节当日 社民年主席陈宝盈、外务副主席周家发 刚出录的前主席吴文远和成员余伟 到政府总部请愿 他们首持印有五一劳动节工人大团结的环颜 高叫没有平等普选、哪有劳工权益 没有工会团结、喜有工人力量等口号 社民年指 香港在疫情下百业萧条 但港府却选择救市多于救人 防疫抗疫支援倾斜企业 而今再缺乏渠道令打工子女苦无发声机会 无疑就是对他们再多一层剝削 社民年强调政治权利和劳工权益 从来都是物不可分 打工子女没有合理的待遇、作息的空间 无法以公民身份参与政治 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打工子女就无法表达意见 争取应有的劳工权益 社民年又指 中共当局以完善选举制度为由 大幅修改选举制度 不但令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比例倒退 新增的五大界别选委提名更实际 废除了港人拥有的公民提名权利 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时间表 也未有任何进展 香港双普选遥遥无期 这绝对对打工子女而言有害无利 社民年要求当局设立失业援助金 订立标准工时、设立全民退休保障等 同时要求完善选举制度 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